欧美国家最近除了和中国扛上 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紧张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在俄罗斯疑似被人下毒陷入昏迷后 德国政府证实 纳瓦尼遭神经毒气毒害 德国总理默克要求俄罗斯解释 事件也引起全球关注 欧盟 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严厉谴责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则表示 莫斯科准备好和德国合作 针对这起案件交换完整资讯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疑似中毒昏迷 德国政府公布军方实验室 分析纳瓦尼的样本后证实 纳瓦尼遭到苏联时代挪威乔克军用 神经毒气所毒害 就在两年前 一名旅居英国的叛逃俄罗斯 双面间谍和他的女儿 也遭同样的化学武器攻击 44岁的纳瓦尼 是从西伯利亚多莫斯克市 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中并倒 之后转送到德国柏林的医院治疗 德国总理默克发出严厉谴责 要求俄罗斯给个交代 这些人的账争是继续的联织 世界上的联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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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联织 我们的联织 和联织 和联织 联织 我们一起联织 联织 和联织 在联织 和联织 一切 相互联织 相互联织 纳瓦尼遭毒害的消息 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 让莫斯科和西方的关系更趋紧张 欧盟 北约等各国也发出谴责声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 毒害纳瓦尼是卑鄙的诺夫行为 必须将下毒者神之以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也对事件感到震惊 促请俄罗斯展开完整和透明的调查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尤威特同声谴责 强调俄罗斯人民有权和平表达意见 不需要害怕受到任何刑事 包括化学毒剂的报复 美国强调将和国际社会站在同一阵线 对俄罗斯追究责任 外界谴责声浪四起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指出 俄罗斯希望针对纳瓦尼遭毒害的案件 和德国相互交换资讯 根据俄罗斯国家新闻社报道 佩斯科夫强调 莫斯科并没有从德国 收到有关纳瓦尼中毒的消息 佩斯科夫也重申 在病人转到柏林之前 多家实验室证明 他的体内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物质 俄罗斯司法部发言人也强调 俄罗斯目前在等待德国 对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出的答复 要求德国医生和俄罗斯 分享有关纳瓦尼的医学数据 俄罗斯目前已经针对纳瓦尼的病情 展开初步检查 但没有展开刑事调查